观众平安 欢迎去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首先介绍这一节 加入我们还有讨论最新话题的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请教大号 最近很多话题来自于仁俊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大家午安 来看看最新的一个互动画面 当然柯文哲整个账目的问题 一直不停在媒体上烧 跟蔡壁如的见面 蔡壁如在我们访问里头 讲了很多真心话 但这个真心话告诉大家说 他现在离柯文哲很远 也没办法跟他在身边 好好讲一句话 但今天这两个人见了面 不过有意思的是 在同样的场合 进出两个人是都不同台 媒体上面没有同框 只有在内部活动 没有公开到场合里面见了面 在事后的形容是说 因为这是一个创新创业的论坛 私下有互动一起吃便当 离去的时候还参观了博物馆 当然也有媒体的一说 我也不知道这个现场实况如何 但媒体上的报道是说 两个人中间隔了一个座位 另外一个人 就两个人几乎 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 是这样吗 当蔡壁如被问到说 这整个事情的处理到现在 感受如何的时候 听听蔡壁如怎么回答 有人说这个是党内两个女人的战争 你怎么回应这个事情 两个女人是陈志涵跟黄珊珊 我在这个外围这么 一样嘛 家庭就不回应这样的新闻了 那我觉得还是去问她 我不晓得 她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需要去回应这种 您这边有可能搬些回朝 回到这个 我是不可能回到中央党部去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小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本来就是应该要有人到各个地方去 开支善业 记者这个班师回朝的问题 当然她很难回答 她说她不可能回去党中央 但是柯文哲其实讲 她说她从来其实没有离开过党中央 当然两个人认知不一样 那党中央是什么意思 党中央是谁 现在当然是黄珊珊 黄珊珊究竟要怎么负责 负责到哪里才算数 柯文哲说 谁的责任谁就要去扛 不过善后小组是行政的事情 中平会的陈储是另外分开来看 谁的责任就谁把她扛起来就好 但显然并没有要让黄珊珊去职的意思 那黄一鸣就说了 蔡碧如是有创党之母的称号 那当初党代表跟中央的人 通通都是碧如派 后来整个被流放了之后 耕耘中南部 如果黄珊珊人马 现在都是集结在党中央比较多 出事了的话 党内三派反击 就等着整天内斗 2026就毁灭了吗 那么当然 蔡碧如自己是说 她自己没有回党中央 她甚至建议如果之后 党中央甚至可以有黄国昌来主政 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好 柯文哲说 即使起他们要化被动为主动 成立四大组织 包括了财务监督委员会 长期合作律师团 紧急应变小组 善后小组 今天即刻启动 那是谁来组织这些四个小组呢 还是黄珊珊 要求黄珊珊定期查账进度跟社会报告 那因为过去一直被动嘛 账目每天被打一两个错误 所以不如定期每天查账 发现什么 直接跟社会报告 意思是说自报比被报好吗 那查出来有什么不好的 会跟社会大众公布吗 例如这个四肠帽 已经一连串查他们账 查到每天昏天暗地多的事 从什么便当到买菜瓜布等等 现在两百万租自家的车 这个也被拿来再报一次 就是说这两辆所谓美好号 相信号都是木可公司的车 那用两百万这么高的金额去租 等等有各种 然后用完之后再过户 不过我相信这当中选战的账目 有没有高于市价 这大家可以主观者来讨论 但是整个政治先进比例上来讲 的确是个人捐款 也就是小草的个人捐款 为大多数的时候高达93.7 那这小孩捐款就很重要了 但这次检释的账目 大部分都是四十几万以上的 大笔的账目的时候 柯文哲就说了 捐款大概18万笔 现金捐款一看就是错的 所以他认为这个很多的现金的捐赠 这里的账目 可能他也要再检验一下 以后呢 党部必须建立电子账目系统 意思说不能够不撒撒 但问题是 绿营正在操作各种的项目嘛 包括到底发言人 他的薪水是不是过高 陈志涵是不是一个月20万太多 那当然陈志涵说这叫做垃圾的操作 但有一个人出来蹭 有点蹭到翻车 因为戴伟先生就自己说 你看这种 像你们这种也领那么多钱的 我是全日的无薪志工 那很重要 所以要讲三次全日的志工 那大家就笑为什么 杨明也笑 你领市议员薪水 有没有薪水 有 谁帮你选上 民营党补助你 选上的市议员 然后你还有兼 禁总发言人 然后上节目通告费 主动澄清是志工来蹭流量 当然郭亚惠 陈志涵这些人 本来可以混过去 就现在被你一起拖下水 黄阿明就说 简直是猪对有 任俊哥 这整个案件的发展 都跟你密切有相关 从公关公司跳出来 跟你神情 你给的建议 你怎么看 现在这个民众党的发展 我认为民众党到目前为止 给外界最大的质疑来 试于是 这个事件已经延烧了 将近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民众党到底知不知道 目前他们整体在当时 竞选总部里面的状况是什么 我认为到今天为止 当柯文哲出来讲说 他们要成立这个几个 什么危机的这样一个 四大组织 对 我觉得他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厘清外界的质疑 甚至他可能连外界质疑一些什么 都还搞不清楚 或者是他可能不想去碰触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在他整个竞选的角色里面 确实非常非常的奇特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当今天 这个柯文哲他们在记者会上面讲说 他们其实有出现一个 两千多万的一个 竞选经费的差额 然后其中用了四家公司的名义 把它变成用九笔登记的方式 寄到这些公司的帐上 其中有一家就叫木可 木可应该是受害者吧 因为木可的角色跟当时 史奥尼勒跟另外一家一样 都是被你们灌进去的 可是经过检方调查完了之后 木可的负责人变成150万交保 还上了电子BB code之类的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 包含到您刚刚特别提到说 车子的这一块 看起来木可有很多东西 是透过进种这边先提供他 但是之后需要付费的部分 他却循商业模式还要付费给木可 包含到车子 这个车子到底原始的这个来源 是不是由禁种出钱 我相信这个接下来一定会被 进入到调查 也就是说如果因为禁种出钱 买了这些东西 但是因为禁种本身不具有法人身份 不得登记跟持有 不能够登记所有的东西 在他产权之下 你登记到木可公司去的时候 木可公司事实上 他就等于是你的旗下的一部分 为何还要去支付租金 我觉得这是外界最质疑的地方 包含到你去支付那四笔所谓 木可叫做授权金两笔 一笔商品使用授权费 一笔商品授权使用费 名目上面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都叫授权 为何这一块是由应该的收入变成支出 还是你们也把某部分的 这个所谓的拥有权 跟他的权利移转到了木可公司 导致在法律上面变成 你今天要使用这些 例如KP这个商标的时候 你必须要支付他所谓的权利金 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 他的会计师会在这个部分 签证让他通过 而不是用你的名目叫做 这个所谓的授权他管理使用 去管理你的商品 那这一块到目前为止 事实上民众党也都 虽然做了说明说他是管理使用 但我相信外界对这里 都还是非常多的疑义 尤其如果你今天真的是 把你的KP的这个名称 授权去给木可来作为 全权使用的话 你的那一个KP的设计费 还是由你竞选总部支付的 在2022年的7月5号的时候 在2022年的时候 你们确实支付了 总共支付了55万6500块 给了这家设计公司 而且这个KP的商标 应该登记在柯文哲名下 但为何变成木可来使用 所以这些其实我相信 接下来都是检调调查的疑点 当然今天柯文哲那几个 说四大组织里面的第四项 更特别 叫做成立善后小组 而且并由黄珊三来负责 我觉得柯文哲已经定调 黄珊在这个阶段里面 是不会离开民众党的 不然你接隔个两天 他的那个什么中平会一开的时候 黄珊开除党籍立刻跟民众党拜拜 阿伯又要再出来讲说 不好意思 善后小组要换人了 总不能由非党外人士来进行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当然凸显出来 就是说民众党因为 柯文哲的一句话 说我世人不明 你知道这句话等于是 打了一个信号枪 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 阿伯说世人不明 到底哪一个不明的人 在柯文哲身边害惨的柯文哲 就以为要清君策了 这个很正常的逻辑 所以你看大家开始 也因为柯文哲讲说世人不明之后 所有的这种所谓的斗来斗去 或者是批判来批判去 甚至点名要谁下台 都是出现在柯文哲讲的这句话之后 所以你说柯文哲在这个乱象里面 你前场的这个中平会 你的中平会的成员不会知道说 三个人不会来吗 开会要发开会通知 要通知这三个人到 不来也都知道 你还是一定要开这个会 所以他就走一个流程 最后的结论 没有超乎大家想象之外 因为三个人没来 所以我们下一次再开会 在等什么 在等柯文哲定调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今天这个定调之后 党内对于黄山批判 会不会因此而减少 我觉得这个可以观察 但重点还是来自于是 柯文哲曾经讲说 他们在41万以上的账 全部都清查过 但是那个96万 不知道是怎么值出来的 那个便当费 踢爆了柯文哲 当时记者会的一个假象 也就是其实你对很多东西 甚至连你在记者会上面 讲的东西 你可能其实都还在 搞不清楚的状况之下 你就贸然的 对外来进行说明 引发后面大家更多的质疑 所以这是不是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写低子真心喊话 但显然柯P是没有买单的 所以柯P的选择跟决定 还是留下了黄珊珊 至少目前看起来决定是这样 所以今天两个人互动 会这样子的有点冷冰冰 也是可以理解 看起来蔡壁如是回不去了 我觉得从他最近这几次 跟柯文哲的互动 就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之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从去年底到现在 就两个人关系好像越来越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柯文哲喜心厌旧 还是有其他发生什么事故 不晓得 但这个其实也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其实是小事 重点是民众党的未来 要怎么发展 这才是大事 那问题是 柯文哲现在做了一个 很奇怪的决定 就是当党内很多人都认为 黄珊珊应该要负起责任的时候 就你就要这个人去负责 处理所有后续事情 一个被指控的人 然后你就要去负责 处理这些事情 那就表示你根本不打算 追究他的责任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然后柯文哲讲得很好听 每一个人该负责任 他就要去把他扛起来 那请问一下 柯主席 你自己也有责任 你不知道吗 你自己的责任 要不要扛 请问一下 木可公关 为什么可以设置在 你的中央党部 这个东西 你身为党主席 你搞不清楚状况吗 然后你 你儿子的自摇公司 为什么可以设置 设置在民众党中央党部 你们都没有责任的吗 柯文哲你的责任 你党家不分 请问一下 你不用负起责任吗 你在搞笑吗 责任都是别人的 你自己责任最大 你不知道吗 然后现在木可公司 大家在责疑的是什么 在责疑的 这家公司到底是不是党产 他如果不是党产的话 你是不是设立一间人头公司 来掏空民众党 这个都是问题 然后你们对这一个问题 从来就在回避 都告诉我们说 责全部都在民众党里头 如果责全部都在民众党里头 为什么要成立一家木可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到现在没有说明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如果到最后 真的被查出来金流 是只留下 单方面留下木可 那请问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如果金流最后被查出来 留到你柯家 你柯文哲本人 陈佩琪 柯富瑶 或是甚至柯妈妈 或柯美兰 那你们家又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真的觉得 柯文哲不要太轻忽这件问题 这件问题可大可小 如果真的被查出这种金流 你要去坐牢的 我讲三叉话真的 这不是开玩笑 这就是掏空民众党 所以你要赶快去处理这种事情 结果你找一个 黄珊珊来负责善后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所以你现在定义就是 你世人不明是 世理文忠不明就是 是这个意思吗 你要这样认定你就讲 然后你们能够250宗平会 宗平了半天 然后说要叫端木正来说明 你们都已经去告人家 他会来说明 你就告他 你觉得他会来跟你说明吗 他为什么要跟你说明 大家法院见就好了 你们已经定罪了 所以你们简直 其实是乱搞 儿戏 所以我认为这个党到现在 都还没有 真的思考到自己面临什么处境 我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 反而是这些什么 什么200万 什么去租车这些东西 其实我老实讲 如果木可是负责帮他去找司机 或者其他东西的话 200万其实还好 我真的觉得还好 但是问题是如果单 单程只租空车 那当然这个是有问题的 那陈志涵你说他拿20万薪水 我觉得还好 对啊 我真的觉得还好 而且民众党愿意给他的员工 高一点的薪水 我觉得很好 这是好事 但是我只担心一件事 不要到时候被人家查出来 又要回捐 不会又走高宏安模式 这些人到最后都要把薪水捐回来 因为已经被人家查出来了 木可公关有一个本来是 民众党党工的 这个人叫什么艾婷 何艾婷 这个人他后来就回捐 而且他每个月薪水都不一样 从2万到10万都有 休息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民众党就是出了一大堆这种状况 现在你们要赶快自清的时候 你不自清还在跟我搞这五四三 我看民众党会越走越糟糕 是刚刚如何形容柯P现在的处境 我比较觉得他是暴风雨前的前奏曲而已 因为毕竟还没有真的去约谈他本人 接下来他面对的司法是如何还不知道 但他现在目前对于舆论 大众的这个看法 从四大组织去做应变 你觉得有用吗 我觉得四大组织刚好是抓错药 基本上这个四大组织 跟你解决这个政治现金一云 基本上是毫无关系的 那你说这个四大组织 你比如说长期合作律师 这个跟你解决这个账目问题有什么关系 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然后又说这个要中间要什么 财务监督小组 你应变小组 这本来就一个政党就应该有的 每个政党都有一个SOP的应变机制 难道过去民众党在面临到很多的变局 很多的一些角色的时候 没有一个临时应变机制 好像应该都有 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说 成立这四个组织 这四个组织坦白讲 也是没办法解决你 大家对于你账目的淫云的部分 那你还不如趁这个机会说 第一个好好查账 好好查账 把这个账到底是哪一笔 到底去了哪里 那900多万 到底最后 有没有在这个账目上呈现 有没有到私人的口袋 我讲私人口袋 不仅仅是你客人的个人 而是你周边在处理这些账目的 这些人亲近里面 有没有到自己口袋里面去 然后大家对于这个钱的流向 你们这些比较亲近的 像木口公司 李文中 还有黄澄澄之间的官金 怎么会厘清 我觉得大家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我们长期合作律师团 这长期合作律师团 其实跟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再来你在这个时候决定 力挺黄澄澄到底 那是不是又会加深 民众党内部本来就已经出现脆弱的 一个彼此的心结 等于是说 不管外界对于黄澄澄的责任如何 反正我都硬挺黄澄澄到底 我看这几天网路上 很多的民众党的朋友 大家对于这个部分的质疑是 我并不是说讨厌黄澄澄 或是不信任黄澄澄 而是你过去民众党常常讲说 责任政治这一块这个部分 大家信任柯文哲过去 都是清清白白 责任该谁付的时候就一肩扛起 大家对于这种处理的方式 拖泥带水 处理这个责任政治的时候 对 处理责任政治的时候 就没有很快的下决定 我觉得这个部分你说 爱黄澄澄用这种方式 其实世主也害之 让他未来在民众党里面 增加更多的敌人 而不是让黄澄澄的处境 更加的缓和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个部分 我觉得有点下错棋 有点下错棋 更何况黄澄澄作为一个 去年的总干事的情况 面临到这些疑难杂症 面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还是由他去解决 但会觉得怪怪的 就觉得怪怪的 既然局面是我造成的 我没有做好监督的责任 为什么最后是我来收尾 后面有这么多的委员会 为什么不是由其他的黄国昌 黄国昌也是法律出身背景 而且他对于去年的选举 他大多数时间 是站在第三者的角色 他反而没有参与 他没有参与这么深 他参与大概是后期的时间 大概比较多是这种决策部分 策略部分 但是平常的这种行政业务 选举业务 他没有参与这么深 那如果让黄国昌来做一个理解 来做一个调整 来把这个账的查清楚 会不会更让民众党能够超公信 然后让他的这些 内部的这些裂痕 不要因为这一次在台面上 所以我觉得他下这个棋 我觉得基本上 我觉得是害了黄珊珊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